老师,我不知道这个动作为什么会有正位的功能 是这样子 你看你自己的脚型 你看你的右脚常驻这样退右脚 这就是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内转的动作 你是外转,我反而做内转 退,退右脚是内转 这样把右脚的脚后跟打开15度 你的左脚脚跟打开15度 这个就是让你在这种所谓的矫正的位置上面做 我们的大腿骨啊,鼓骨头啊 它不是平平的进来 而是从前面牵着15度这样进来 所以说一般的人外八,那是很多的外八 所以我们把内收进来 最主要目的是把内收进来 让它回到所谓的吸着 回到正确的位置上面 为什么屁股要翘起来? 因为如果你不翘起来的话 你整个重心放在你的膝盖上面 会造你膝盖的损伤 屁股翘起来的话 你动的是髋关节 你看,你动的是髋关节 这样往前拉,下去 屁股下去,一二 我为什么我最怕能吃人做错了? 手手之间提位不要动 可是它会动啊 它是压 下去,上来 下去,上来 髋关节在动 屁股 重心是在屁股上 那如果髋关节在动 是不是应该这样动啊? 不要 那个动 我们髋关节三个动 一个是你刚刚讲的这样子动 一个是旋转的动 一个是外开的动 我们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脚开的 它前后这样动 它并不是你走路的这样子动 不是前后动 它是有开动 三个动作一起做 如果你脚平行这样走路的话 就是前后动 但是呢 我是让你有旋 有没有 有开掉 它就是这样子动 不一样 骨盆跟大盆之间的 它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是正正的动 它是有一个角度 对,对 角度在动 这样子让你呢 什么 正带 我古虎头啊 它有四组的韧带 一般它偏离掉了 韧带都偏离掉了 我让你让韧带 归到正位来 那为什么头要 前前十五度 你的重心才会下去 让你的重心是在尾巴里 胸部挺起来 胸部挺起来 那个屁股才会翘起来 你胸部不挺起来 屁股就翘不起来 这割胸翘 而且呢 这个弧度要保持好 很多人这个弯曲度是不够的 现在折起来 你弯曲度会出来 基本上你正做的时候 屁股一定要 前前再拉回来 所以前倾的动 的用意是让 胸部挺起来 胸部挺起来 手下巴 不然你会向后仰 向后仰 这个超过五秒 就是你脚部造成老鼠 手为什么要扶着 对不对 手不扶着 哦,对 向后倒了 对 因为你澄清 对 而且呢,脚一定要记得 初期你这样做 因为你没有做到药林 老师教你个药林 你下去,上来的时候 有泳泉的位置般,轻轻一点,你试试看 轻轻一点 对,就出起来 有没有 泳泉一点,它就起来 而是不用膝盖的力量 下去,泳泉一点,它就哭起来 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比较轻松 重心在前脚掌的意思 不是,上来的时候 重心是在屁股 但是要起来,拉 点上来的时候,再泳泉,把它点起来 顶前,涌前,点顺这个四五度的角度 就是上来 所以要能做实在是非常不简单 要有毅力 毅力 恒心 耐性 所以说我常常讲 做这个乙骨撩滑 趋这一动的时候,是非常地孤独的 所以我的鼓励家庭 夫妻一起来 全家一起来 运动时间到了 全家都排一排 全家都健康的 有很多夫妻都一起来 互相福利的 这个运动是 很无聊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你身体不严重 有很多身体测弯症的 看他自己的 感觉上自己的身体 一天一天正起来的时候 他有很大的信心 你知道吗 他就有一个鞭策力出来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好的 如果我们去拉单杠 是不是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调整 OK 拉单杠是一死的 一死的 拉单杠也是 不是说一天拉呀 也是每天拉 你的骨盆有没有在正位 你髋关节有没有在正位 你髋关节不在正位 你一站落地 对不对 你胎不能就跑掉了 你刚才的心骨 就在一瞬间就化掉了 拉了半天 因为什么 你的地基是歪的 骨盆是歪的 那骨盆为什么会歪 所以你的髋关节 转位造成长短脚 因为长短脚 这样你骨盆歪 骨盆歪 这样你脊椎歪的 那骨盆是你这个骨盆 为什么会歪 就是长短脚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是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不是不是 完全不是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是你的地基的问题 你知道 你人类是两只脚在地面上 形成的动物 当你的髋关节转位的时候 你会造成长短脚 而且不是真的长短脚 就是假象 叫做假性严肠 假性严肠 假性严肠的话 这样很歪一些 所以髋关节为什么会歪 髋关节转位啊 为什么会转位 是不是因为他的姿势 姿势 日常动作 所谓说以骨料化 一个就是严禁动作 因为我讲了一个课程 就是说 生病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髋关节的转位 造成长短脚 长短脚造成什么 骨盆歪斜 澄清 上下歪斜 脊椎是90度 坐在你的骨盆上面的 因为你的骨盆歪斜 脊椎跟着倾倒 再来 脊椎的两切有31对神经 因为你的脊椎有側弯 前弯后弯 造成压迫在你的神经 造成所谓的内科疾病 左脚肠 消化泌尿 生殖系统不好 右脚肠 呼吸循环系统不好 但是呢 为什么会造成骨盆歪斜 第一个 我们谈到先天性 先天性 你小朋友啊 生下来的时候不哭 医生会做什么处理 打屁股 打屁股 是放在桌子上打吗 吊起来打 吊起来打 你知道吗 小朋友的骨盆 到十八岁以前 是三胖身分开的 看骨坐骨持骨 三胖没有圆在一起 十八二十岁以后 才会融成一块 所以在我们骨骨头的旧里面 有一个叫Y字缝 这是联合的痕迹啊 所以说 他小朋友 他刚生下来 他的身外骨头分开了 如果医生没有抓好 咔嚓 跑掉了 结果医生为什么说 啊 你这小东西 先天性 骨关节多久 实在不是呢 是厌务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医生为什么说 就是 他是先天性的 所以说 我们要注意 如果你有媳妇 或者你有女儿 要生产的时候 一定请到先生做赔产 为什么要去赔产 第一个 当然 给生产者 一种 鼓励加油 最重要的是 我们去做一件工作 就是监督 跟医生们 不小心把我们小朋友弄坏 不要让我们小朋友 输在 人生的旗袍底 但是呢 如果这个都没有发生 但是 你包料部 都会发生问题 男生 女生包法不一样啊 男生包前面 女生包后面 结果发底下呢 有时候 妈妈没有放好 就造什么 女孩子什么 骨骼歪斜 有很多女孩子 骨骼是歪斜 都是包料部 造什么 再来 慢慢长站 蝶座呢 都造什么 旷关节的跑位 当然 慢慢长大了 对不对 出了很多问题 什么 爬树 掏香料 蝶下来 骨骼断掉了 骨折了 就造成长短角 哎呦 慢慢来 去运动 打球类了 球类叫做 单边优势运动 就跑掉了 回来没有收工 再来 职业 上班去的职业 你知道吗 有很多 那个 百货公司的 有没有 电梯小姐 公司要求她 站的不是什么 一脚在前 一脚在后 这样子下来 她就是什么 长短角 还有老师呢 写白板 对不对 会造成这样 另外 写白板 为什么会造成 你写白板 是这样子 对啊 这样有什么不好 你不会伸 上面不用写 哦 你是用右手写的 你身体会正正 这样子 这样子 有人这样审致吗 老师就要写 写 对不对 所以你都偏掉了 妈妈们 因为写高啊 写低啊 对不对 那些 都知识的不好 你要喝医生 对不对 你随造成 看你 是你 再来 提重物 买东西啊 现在很多双心家 怎样 礼拜天啊 礼拜天去买 大量建货啊 然后 里面 菜篮车啊 你菜篮车是怎么拉的 需要推的吗 都是拉的 对不对 拉的 你的右手拉的 那个菜篮车 哪一只脚前面走 就是 左脚长 所以 左脚长 如果喜欢用左脚拉 就双子右脚长 所以要左脚拉一次 右脚拉一次 对对对对 还有 有人去运动 我要去跑运动场 对不对 运动场怎么跑 逆时针还是摄时针 你顺时针 你顺时针 你顺时针跑吗 我太记得了 都是逆时针跑 逆时针跑 一定是逆时针 结果逆时针 你左脚是什么 你的原心啊 脚轴 从外面啊 你让往这样子 绕照照照 结果右脚变长 所以很多的 建设 刚才田舍的选手 建设 跑步的选手 都常观角 最初你就记证 你自己看 他每一只站在地上 为什么 右脚变长 他夸了 跑步 都是右脚起步 那么 结果 你意思是真的好 所以他的二脚变长 你知道 美国很出名的 一个叫巴特弗赖 花呼笛 他几岁 走了 走了 他已经走了 29岁就走了 真的 我都不知道他走了 他走了 他怎么走了 不知道 心脏变长 很多运动人的心脏变长 跑步了 为了右脚变长 一教授以前是右脚变长 奇怪啦 我说为右脚变长 原来他睡觉 每一次都从什么 右脚下来 右脚下来 九个九个 右脚变长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 从右边下来 有时候 左边下来 所以你当知道 你自己是哪一只脚变长 所以刚才有这样 雷测起来 左边 左边 右脚变长 不能从右侧 右侧下来 越来越长 可是一天才是下一次 日积月雷 好了 可以了 来 我好